老外对兵马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在国内作为陪葬品的兵马俑,竟然在国外当起了门神和室内装饰品,评论区效补活了。 有刘子在国外逛商场的时候看到有名马标价出售的兵马俑,发出了疑问,想知道哪个正经人会买兵马俑放家里? 这多不吉利啊,秦始皇在世吗?一旦惊起千层浪,各国刘子纷纷晒出各自在异国他乡见到过的门神兵马俑。 有网友说,我学校的图书馆就买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守在大厅里。 有网友说,你们的都是纺织品,我学校有个真的。 兵马俑除了出现在学校,图书馆这些文化教育场地还会出现在餐馆、公寓、民宿等等的场所。 由老外三弟扫描了自己的脸,做成兵马俑,花仲金运回老家,摆在家里,开开心心地和兵马俑合照。 看来,普通版的仿制兵马俑已经满足不了兵马俑爱好者的需求了。 走出国门后,兵马俑当起了门神。 两尊兵马俑助力在门前,目光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 在一些中国留学生看来,海外争相收藏兵马俑的现象令人费解。 这些守卫了秦始皇陵两千余年的勇士,如今被请到海外继续服役,只不过雇主由先世的帝王变成了贱朗的活人。 外国人对兵马俑非常痴迷。 在一些外国人看来,兵马俑挺拔的姿态像极了皇室的高级管家,礼貌谦逊的仪表,又是出名的战争机器,这种冲突设定让人迷醉。 在门口摆上一尊兵马俑,不仅能够展示雄厚的财力,还能向邻居展现出自己奢华的品位。 一位海外资深收藏家就如此评价道,那些精致的中产阶级从各个渠道搜集名画和古董来装点门面,但真正的门面必须要有一尊像样的兵马俑。 而在一些海外家庭中,兵马俑的功能还远不止镇宅,有些老外像呵护宠物一般爱惜他们的兵马俑。 有位留学生就惊讶地说,我借宿的大叔是个农场主,他每天都会定时给兵马俑洗澡,清理鸟粪,他对待老伴都没有这么用心过。 还有外国人干脆将兵马俑搬到了自己的床头,尽管没完企业时都会被吓一跳,但丝毫阻挡不了他对兵马俑的热爱。 那么这股风潮究竟从何而来?经过一番研究小编发现,外国的兵马俑热潮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 仅仅西安秦永一号坑就曾接待过200余位不同国家的元首参观,而海外拍摄的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更是超过了300部。 无数外国人为兵马俑雄伟的规模所折服。 据公开资料显示,仅西安秦永一号坑的面积就超过了14260平方米。 其中大约有6000多尊士兵勇,为步兵军阵列,军阵每排有68尊兵勇,前后左右成形成队,一个军阵为204尊。 其中,最让世人震撼的是,这6000多尊兵勇中,每尊勇的面部五官军不同。 一些海外的收藏者们因此认定,每尊兵马俑中都封印着一尊不朽的战士灵魂,而一系列关于兵马俑的电影又加重了人们的判断。 比如,古今大战秦永晴,木乃一三,龙地归来。 最初的收藏者们多是通过一些渠道从中国定制工艺品,毕竟谁也无法弄来一尊真的兵马俑。 如今,中国西安临同区的兵马俑工艺品防制工厂,已然成为了海外收藏者们的胜地。 人物高度从15厘米到180厘米规格的兵马俑工艺品,平均价格在50元至5000元不等。 而等到了海外,就飙升到了500美元到30万美元以上,一些用过做就工艺的工艺品,价格更是高昂。 最初的仿制品大多是用陶烧制而成的,有些客户要求加上金光闪闪的效果,就用铜陶制,然后在里面添加铜水和铅水。 曾有记者询问西安的工艺品商家是否知道兵马俑工艺品在国外遭轰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称没听过。 一些工艺品厂也会按客户需求推出一些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兵马俑工艺品,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随着收藏人数越来越多,一些海外的兵马俑脚下开始出现出厂时的烙印Made in USA。 陶涌换成了石雕,人工雕琢也变成了机器脱模。 在美国任何一家home goods店里,几乎都能发现兵马俑的踪迹,一尊1.8米的石涌,如今只要199.99美元,如果赶上新年大醋还能便宜不少。 有的店员还总结出了购买者的喜好,在他看来,选对了泳,就选对了人生。 持鸽站立泳,适合放在门口,能炫富也能镇宅,比防盗监控都好使,神秘东方的魄力让贼人不敢靠近,这是售卖款式最多的。 空拳泳就适合放在后院,赤手空拳适合白手起家,但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一款微笑泳,我叫它正能量泳,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给你鼓励,给你点赞,就像我远方中国亲戚的家族群。 有的店员还总结出了购买者的喜好,在他看来,选对了泳,就选对了人生。 持鸽站立泳,适合放在门口,能炫富也能镇宅,比防盗监控都好使,神秘东方的魄力让贼人不敢靠近,这是售卖款式最多的,空拳泳就适合放在后院,赤手空拳,适合白手起家,但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一款微笑泳,我叫它正能量泳,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给你鼓励,给你点赞,就像我远方中国亲戚的家族群。 在一些海外电商网站上,兵马俑的石雕归类为家居用品,从销量上来看,兵马俑的镇宅效果似乎是蛮不错的。 一些商家索性推出了捉百剑型兵马俑或手扮型兵马俑,力求一个保护全面。 这些拥有抑郁风情的男人,端庄勇武,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大叔,但会随时保护着你。 万圣节那天,我扮演了一次兵马俑,电锯狂魔,僵尸和闪铃一见到我就跑了。 如今,这些仿骨工艺品如今正在世界各地默默助力,它们不会消失,甚至比人的寿命要久远得多。 有远在海外的留学生打趣道,兵马俑在中国当装饰,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甚得慌,但在国外看到就不一样了,毕竟是自己的祖宗,那种感觉真是倍感亲切。 其实不光兵马俑,如今很多我们不以为然的商品都成为了外国有人痴迷的好物。 比如前不久,一款痰鱼就突然在国外火了,其因是有热心网友发现,在国外的亚马逊网站上,一款名为60年代中国传统果蓝的商品正在售卖,标价达到了61美元之高,相当于400多人民币。 在介绍中,该商品可以作为水果蓝和装饰品,然而硕大的红色商品图却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用的痰鱼吗? 还有不少人给小孩当便盆用过。 痰鱼的乌龙并非事发偶然,如果你在国外的购物网站上搜索,会发现来自中国制造的商品实在是数不胜数。 比如,我们的下饭神器老干妈,第一位带着老干妈飘洋过海的先驱已不可考,但让外国有人见证了老干妈魔力的,极有可能是汉堡薯条吃兔了的留学生们,小小一瓶红辣辣的老干妈,绝对是千金不换的家乡味道。 于是,外国有人也开始对这种神秘的东方酱料感兴趣,甚至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老干妈协会。 外国人尝到这种美味后,一发不可收拾,老干妈联盟日益壮大,如今在社交网络上你总能见证到中西方食材的激情碰撞。 例如,老干妈樱桃奶酪和老干妈三文鱼。 如果你觉得老干妈的吃法还不够劲爆,别着急,外国人早就不满于品尝普通中国食物了。 比如我们熟悉的念慈安川北琵琶糕,也曾在2018年美国流感爆发时,价格一度高到70美元。 前不久,日本一档综艺节目上知名声优森九宝祥太郎分享自己的爱用好物时,也安利了川北琵琶糕。 这让川北琵琶糕直接冲上了亚马逊热销榜,琵琶润喉糖从食品类排行榜第149名篡升到第一名,一度销售一空。 一时间,对这款润喉神器的赞叹声流传在日本社交网络上,网友们也是边买边安利。 不过,喝川北琵琶糕止咳只是普通级别的操作,在不少美国调酒师手中,它变成了调酒必备的神器。 甭管是威士忌还是狼母酒,加入一勺念慈安,都能让人来到另一个世界。 除了入口,北美人民还发明了它的外用方法,每到万圣节就有不少人买琵琶糕来化妆,因为它跟鞋有相近的颜色和粘稠度非常适合来化妆。 关键是,没用完剩下的还能拿给老爸调酒,这种神奇的文化交流仅仅局限在吃得上吗? 不,外国人对中国商品的好奇绝对超出你的想象,有些甚至可以列入迷惑行为大上。 每到清明祭祖时,烧纸前是我们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远在海外的华人也不会忘记这项重要仪式。 当好奇的外国人知道了这项习俗后,突然意识到,我们好像从来都没给祖先送过钱。 所以在油管上,很多博主都在介绍Ancestor Money。 他们说,这种来自东方的纸钱,可以寄托埃斯,加强你和祖先的联系,甚至够提升财运。 然后还煞有介事地给开班授课,告诉你怎么烧才有仪式感。 场地布置也十分讲究。 在烧纸钱之前,老外还需供上过世人生前喜欢的食品,饮料等东西来提升效果。 还有擅长融汇贯通的,颠覆性地来了一波中西合币,用吉普赛人塔罗牌占卜的形式来烧冥币的。 也有不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只要一个打火机一把纸钱就行。 也对,毕竟心诚则灵。 不断有人表示,在烧了纸钱后开始转运。 比如有学生说他给家里人烧了几百万纸钱后,竟然拿到了经济救援,让他能够支付学费。 感谢祖先钱。 有人说,他在烧纸钱的第二天就中了彩票。 我的祖先一定在上天照看着我。 发展到后来,他们但凡有个头疼脑热都会烧点纸钱。 看着外国人一脸正经地学习并推广中国民俗,我们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天天烧的。 除了这一意外,还有很多国货靠着口碑和实力成功跻身海外。 提起回力鞋,你可能更熟悉臭球鞋、交鞋这些名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白色的,有红蓝花纹、黄色牛津底的球鞋在街头随处可见。 不过,恐怕没有谁会想到,这款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廉价地摊货,近年来却成为欧美朝人争相购买的奸货。 曾经售价二三十元人民币的球鞋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为享受国际大牌待遇,身价五十欧元的白天鹅。 2016年里,约奥运会,菲尔普斯在男子四乘以一百米自由泳激励赛后,成功将人们的目光引导在他身上的神秘符号拔罐印上。 菲尔普斯这样展现了拔罐的妙处,外国媒体随后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结果令人意外,有许多运动员都在接受这种拔罐的疗法。 美国体操运动员亚历克斯,纳斗在亚马逊花15美元买了一套真空拔罐器,这是我至今获得的最好缓解疼痛方法,他彻底从痛苦中将我解救出来。 纳斗说,